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请在座的各位同学保持足够的耐心 而且要做好不怕哲学的思辨训练的这样一种心理准备 不要怕 然后从佛教哲学当中获得一些多特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的启示 好 今天我们第一讲讲什么 讲佛教寺院的它的基本构成 如果有时间再介绍一下 在佛教寺院里面生活的僧人 他的一天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 内容很丰富 所以大家要保持高度的注意力 听我讲解 同学们 这一讲应当说有那么一点趣味 为啥 看到一座佛教寺庙 很有名 很好奇 然后买了一张门票 进去了 你首先看到的是佛教的什么呢 然后你主要能看到佛教寺庙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先给同学们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佛教的寺院一般按照宗竹线 先是三门 然后进去是天王殿 再后面是大雄宝殿 最后面是长津阁等 佛教的寺院 它是像我们北京四合院一样的建筑 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 那么两旁边 它一般是造什么呢 分别对称的排列着 钟楼 古楼 加南殿 祖师殿 好 我们下面来分别看一看 它们不同的构成 那么首先要给大家说明的是 佛教是印度创立的一门宗教了 在印度 早期的佛教其实并没有寺院 这家母里曾经规定 外启食以养色身 内启法以养慧命 此话怎讲 到外面去讨饭 来供养我们 肉体 肉身的存在 叫色身 内启法 法是什么意思 福法 福教真理 福教的知识 在里面 在外面是 石头来维持自治的肉体生命存在 在内心的修养方面 听佛法高深 来弘扬 宣传 佛教的道理 来养护我们智慧的那样一种生命 于是福教徒白天到处云游说法 晚上回归山林做禅定 所以早期佛教并无寺院 传说啊 后来摩基图国的一个叫平平沙罗的王 这样一个王 大王 他花钱出资 建造了 迦南图族园 于是 在佛教的历史上就出现了第一座寺院 所以寺院在古印度称作是什么呢 森迦南魔 简称为迦南 迦南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金舍式 一种是枝提式 什么叫金舍式 金舍式 迦南就是我们情常所看到的佛教寺院 它把它造成像一个什么四合院一样的 这样一个建筑群 当中呢是殿堂 各种各样的殿堂以及福塔 周围呢建僧人晚上吃西的宿舍 肢提式迦南 是一山开拓的石库 我们中国有三大佛教石库 是不是 都是依着 一山拓石而建 然后人就关 就钻在 那个修行的身权就钻在什么 石洞里面 参入我国以后 佛教的迦南就变成了 宫塔式的寺院和石窟 值得说明一下的是 中国最早建造的一座佛教寺院是什么呢 是什么 白马寺 白马寺在哪 洛阳 洛阳的白马寺 它的建造的这样一个格局是 是肢提式还是金舍式 金舍式 好 我们刚才介绍了佛教寺院 大体是怎么单身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带领大家看一看 我们走到了一座佛教寺院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 山门 请注意这个山子 山林的山 因为什么呢 佛教寺院 往往建筑在山林当中 有一句话叫 天下名山 身沾多 都被和尚 沾有了 有山的地方 往往就有佛教寺庙 所以山门 山上的什么 这样一个门 但是这个山门又通常写作是 大家看啊 这个山门往往是由三座门构成 于是 山门又称山门 一二三的山 那个山门 那如果 有的那山门呢 就是单独的一座山门 大家看啊 单独的山门 有的那山门后面呢 还有建筑 叫山门殿 叫山门殿 那么 为什么山门是由三座门构成的呢 这三座门它分别有什么含义呢 这三座门 这三座门分别叫做空门 五项门 五院门 空门 我们大家能够理解 不叫是讲空的 不叫的基本命题就是什么 设计是空 空门 我们出家一般的把它叫做 顿入 空门 好 这个懂 空了以后怎么样啊 就无相了 相 表相 万事万物 存在于 我们大千世界当中 他们 充满了外在的那种表象 是不是 我们世俗之人 为什么是俗人呢 往往执着于这个表象 认为它是长久的 永恒的 真实的存在 在佛教看来 他们是表象的存在 他们是暂时的存在 他们是虚假的存在 所以 佛教最后要 对这种形象加以否定 否定了以后 无相 就从世俗人的有相 达到了出家人的无相 无相门 再下面一个叫 无怨门 无怨什么意思 无怨 没有所求 怨是心怨呢 而至于一部 佛教经典这么说 他说 菩萨 观一切法 皆无有我 菩萨 看到 大千世界 万事万物 都没有永恒的自己 而于三界之中 无所怨求 于是 色界 欲界 无色界 三界当中 他什么愿求也没有了 虽得涅槃 横起大悲 乐度众生 之为菩萨实德 虽然他最后 觉悟成佛了 对吧 但 他想到自知解脱了 还有那么多的云云众生 在苦海里面增长 他还要怎么样啊 发扬大慈悲的精神 来普度众生 无所怨 无怨门 无所求 无所怨 请注意 无相也好 无怨也好 他们是对 佛教所追求的 那个空的世界观的一种 不同的表述 好 各位 我们说了 三门 可能是单独的 三座门 也有可能怎么样 后面有建筑 那么有建筑的时候呢 三门就叫三门殿 三门殿 大门的两旁 往往塑造着两大金刚像 手持金刚厨 名叫直金刚 你看啊 他们是佛的 首富神 又称夜叉神 长得面目真灵 很可怕 他们专门 保护佛的 佛组 四小墨里 好 各位 三门殿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第二重殿 第二重殿 请注意 它不是正殿 也不是大殿 那叫什么呢 叫天王殿 天王殿 天王殿一进去 各位 往往迎面而来的 是弥勒菩萨 有的又把它称为 弥勒佛 但是这个佛不是 是叫牟尼的那个佛 弥勒菩萨的背后 当你转了一圈 转到最后的时候 背后的时候 看到了什么呢 也供奉着一座像 这个像是 唯陀天神像 这个弥勒菩萨 到底历史上 是不是十有其人呢 告诉大家 十有其人 他大概生活在 释迦牟尼同时 据说 他出生的时候啊 就是个英俊的美男子 相师 算命的人就说 嗯 这个人啊 具足龙王像 江河里要做大王的 长大以后 别人成为 轮转圣王 但是这个话 却引起了 朝廷大臣的注意 也引起了 国王的恐慌 于是大臣们 国王们就纷纷派人 要去追杀他 弥勒菩萨的父亲 欲赶到大祸临头 就把他藏在舅父家中 好多年以后 他长大了 舅父呢 仍然觉得 心有余悸 没准什么时候 又被找到 于是呢 令其 重复出家 违洛出家以后 他被那些小城们为伍 而与文术 普贤 观思心 等大臣菩萨 一块共事 所以呢 在佛教当中 享有很高的 声誉和地位 佛经当中 关于弥勒菩萨的记载 有下面 三个特点 一 修慈心观 整天怎么样 慈悲为怀 修慈心之观 慈悲为怀 二 他的慈悲 表现的什么地方呢 不仅爱人 爱及众生 而且爱及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反对杀生 制定了 断肉戒 倡导素食 各位 释迦牟尼创始 佛教的时候 并没有强令大家 一定要全部素食 但到迷勒的时候 制定了什么 戒肉 戒肉的这样一种 立条 要求深入 什么样 要吃素 不杀生 第三 他还是印度 一个大称的学派 欲加行派的创始人 是维世中的始祖 各位 通常中国佛教寺庙当中 你们所看到的 米勒和尚 读得很大 效果常开 除了这两个特点之外 往往你会忽略到一个特点 就是他有的时候还经常背一个袋子 怎么一回事 他实际上是五代时期 梁堂之间的一个和尚 叫布袋和尚 在一个什么样啊 化身 根据他的那个身形 塑造出来的 米勒的这样一种形象 相当这个布袋和尚很潇洒 很潇洒 你看啊 我们中国有诗这样描述他 说一波千家饭 手吃一个饭碗 沿街池草 是千家制饭 是不是 孤生万里游 走到哪儿 池草到哪儿 游玩到哪儿 青木堵人少 很少怎么样啊 很少用眼珠子 正面看人 问路白云头 他一身在游走嘛 他游走的时候 你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眼睛从来不正视别人的 正视对方的 眼 对吧 眼睛朝上 跑到哪儿 问路白云头 走啊走啊走 这是什么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啊 走到白云穷尽的地方 人都没有了 请问白云 前面是何方啊 一身就这么行走着 那么 米勒的这个形象 思想 吉祥 带有招财敬保 欢喜吉祥的意味 所以 在中国的寺庙当中 忙忙把他当作 财神爷一样去供奉 跟那个关公有的时候 我们供的那个关公啊 有那么一点儿 异曲同工的味道 好 看后面 唯托天神 唯托是佛教的 父法天神 又称唯托天 各位 要告诉大家的是 佛教里面经常有什么 唯托 唯托天 天是什么意思啊 千万不是 不要理解为什么 sky的那个天空的天 不是的 它是什么 神的意思 唯托天就是唯托神 唯托天神 他的形象 往往是 面如同子 满脸 什么 赤红 身穿铠甲 手持金刚柱 体格魁梅 威武 勇猛 作为佛教的 父法天神 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 摄迦牟尼 去世了 火化之前 有个叫 定是天的 天神 手持着气宝瓶 就从 摄迦牟尼的 尸体上 取下了一颗 牙齿 叫佛牙 准备 怎么样 建造一座 佛教的 佛塔 来加以 供奉 供奉 礼拜 礼拜 这个时候 有一个鬼 叫罗萨的 叫罗萨鬼 趁地是天 不注意的时候 就把这个佛牙 倒走了 怎么办 说时迟 那时快 围托天神 巨石金刚主 拿你去 奋起之追 抓住 罗萨鬼 对吧 跟我把偷去的 想盗走的 那个佛牙 给我 拉回来 围托天 复法天神 好 这个 天王殿 顾名思义 天王殿 天王殿 总要有点 跟天王有点关系 哦 在弥勒菩萨 和维托天 的四周 供奉着四大天王 他们分别守护着四方 这四大天王 分别是 东方天王 汪汪守持琵琶 南方天王 手持宝剑 西方天王 手绕一笼 百方天王 手持一伞 四周称之为 四大金刚 好 各位 三殿 三门 三门殿 然后天王殿 是吧 再接着 我们就到了正殿了 正殿又称大殿 大殿 又称大雄宝殿 好 各位 大雄的这个大 什么意思 大 伏法广大 法力 无边 雄 雄什么意思 像英雄一样的 能够怎么样 能够降服群母 大雄合在一起 是对 释迦牟尼的尊称 各位 宝殿 宝殿的这个宝 是指什么 佛教所说的三宝 福法身三宝 福是指释迦牟尼佛 法 佛教里面所说的这个法 有特殊的含义 是指什么 不是方法的法 是什么 佛教的真理 佛教的宝典 佛教的经典 这下面 生 福法身三宝 甚至什么 出家生人 生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